请夫人责罚 这好端端的 罚你什么 请夫人责罚 我愿领罚 不是 我罚你什么 你又没有做错事情 我发神经没事 惩罚你干嘛 小义 你看看你一天天早下的念 跟你马克夫拉似的 谁见了你都怕 你看看你把人家给委屈成什么样了 你个正式欺人的 我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韩列 你先站起来 有话好好说 韩列跪着没动 大有他不下惩罚的命令 他就不起来的去世 两个月前 害夫人被绑架 韩列护主不力 自行前来请罚 原来是这事啊 我没怪你 况且 你不是把我保护得挺好的吗 那些杀手那么的凶神恶煞 你单枪匹马的就搞定了 我今天还没有抽空去谢你呢 他们说你不在墨井园里 我本想着等你回来了再好好的谢谢你 韩列双唇紧密 一封不动声色的眼神警告他 已经到嘴边的话硬是被逼回去了 哎呀你快点起来吧 你这么贵着 我觉得慎得慌 夫人 我学义不经 紫衣受到惩罚 墨井满里 不留无用之人 我还能够在原位之上 多亏了 韩列 想清楚了 小心说话 多亏了夫人求情 我才能够赖着脸没有被降职 没有护住你 请夫人责罚 另外 我不配再做夫人的师父 嘿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才拜师没多久你就嫌弃了 想不教我 门都没有 你依然是我的师父 你能把我从三十个杀手手底下救出来 就成这点 我就值得跟你学 韩列紧咬着牙 口腔里都咬出了血腥味 这是他第一次不知道该从何开口 不知道该怎么说 哼 我以夫人的身份命令你 以后都不准再说这样的话 把你的本事全部都交给我 不准藏私 我会尽力 护主部律师事实 我留着他 等你醒了后亲自处置 若是就此轻易放过 没有规矩 你是墨锦门的主人 应当赏罚分明 才能服众 嗯 不然这样吧 今天我在后院里 倒腾了几块地 打算种一点什么西瓜葡萄的 土还没有翻新呢 明天你亲自去弄啊 给我的果园出一份力 喂 你夫人对你做出惩罚了 还不赶紧领罚啊 谢夫人 哎呀 你这 好好吃饭 一风将韩列浮了起来 和四爷报备之后 同他一块出去了 四爷 我看大哥那脸色 肯定是要骂我了 你护着我一点 啊 各位 不送 话落 抱着他起身 那话里的味道 怎么听都是在下逐客令 并且就这么堂而皇之地上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